家人朋友成群结队 拖着大行李排队买票 在台湾疫情趋缓的阶段 一到连续假期出游人潮都出龙了 来到台北车站可以看到很多人呢 就趁着这一次的跨年假期回家过节 不过呢讲到防疫的相关措施 这人潮恐怕还只是小case 到了2022年的1月底 春节假期才是大魔王 去年春节期间 在民政局的资料上显示 同时在过年居住在旅馆居家检疫 或者是居住家检疫的人 同时有万人 这个对于民政系统跟旅馆的系统来讲 算是非常大的一个负担跟压力 今年也一样返乡的人 预估大概会是上万人 年初就是一个大难关 尽管清零人士首要政策 但新冠肺炎即使打了疫苗 也很有可能会感染 顶多降低重症或是死亡风险 至今找不到病毒传播激转 随着指挥官陈世忠表示 接下来的抗疫要转向防守站 更松口全国防疫降级不会遥遥无奇 春节专案完毕后将往降级方向走 重回正常生活的曙光也亮了些 年节的期间是最多人回来的时候 所以就今年来看 今年的一二月的春节过了之后 的确在国旅的部分有明显的一个复苏的现象 春节的廉价 还有春假等等的 所以的确就国际的疫情上来看 我想年节过了之后 只要疫情能够控制得到 对于旅行业甚至是边境的开放 我想都是一个契机 但是我不能预测的还是变种病毒 有没有可能再有新的发生的状况 台湾防疫警戒2020年5月 升到紧绷的第三级 不管是餐饮旅游观光 甚至上班上课 统统受到影响 而从7月27号由三级降至二级后 迄今都维持在二级 已经将近半年 那这个专案会不会形成一个破口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考验 如果这个考验可以通得过 那我相信春节之后 我们有机会降到一级 那如果这段时间形成一个破口 我们可能会回到 今年的五六月那段时间的社区感染 所以这是很大的考验 自2019年底以来一转眼 疫情已经延烧超过两年 镜头还有多远不知道 现在专家学者们 把目标放在2022年第三季 期望就能告一段落甚至终结 不会因为你得了流感 说我们禁止你去公共场所 禁止你去餐厅吃饭 说你又要 每个人都要戴口罩 没有这样的措施 也就是说我们针对流感来讲 我们已经试运了 第一个我们有疫苗 第二个我们有药物 第三个我们认为 即使你得了流感 也不是什么严重的疾病 所以我们目前对流感的处理方式 将来也可能是我们对新冠肺炎的处理方式 台湾这头绷紧神经 但放眼全球疫情可完全没有乐观本钱 尤其变种病毒不停肆虐 让疫情发展又充满变数 边境解封的关键在于 检疫的时间是否能够去除 单则签得到国际谈判 不容易由国内的单独的疫情就来决定 若要单纯由台湾自己来决定 边境是否能够解封 必须要自己的边防要有足够的众生 台湾的边防其实就是众生不够 面对病毒变换莫测 迎接2022新的一年 难关没有比较少 一样口罩戴好防疫做好 用全面的准备 不管有没有解封 都好因应各种情况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